音乐是通过将乐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四个声音的主要表现特性 通过构思、设计架构起来反映思想感情和乐音组织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常用的关于音高、节奏、力度、速度、演奏方式的基础知识 现在让我们为你开启一个音响中的色彩世界吧 就像声音的振动频率决定了音高 振动延续的时间决定了声音的长短 振幅的大小决定了强弱一样 发音体的振动方式、形状等自身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声音的音色 音色是人们对不同声音的另一种认知感受 如同眼中看到的色彩一样 不同的乐器、音色在听觉上是比较容易被分辨出来的 下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较为常见的西方乐器音色 如同颜色中的三原色一样 乐器可以由于其材质、形质、发声特点 以及在乐队中的功能属性被大致归类为 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打击乐器、键盘乐器 以及拨弦乐器等几个类别 管弦乐队中的弦乐器家族包括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四间乐器 弦乐器音域范围较宽 音色非常统一 小提琴使用高音谱表即谱 中提琴根据音区不同 使用中音谱表和高音谱表即谱 大提琴同样按音区使用低音谱表、中音谱表、甚至高音谱表即谱 低音提琴主要使用低音谱表 偶尔使用次中音谱表及高音谱表 除了低音提琴 其他三件乐器都是四根琴弦 低音提琴有时会有一根附加的C弦而变为五根琴弦 弦乐器擅长表现情感 具有歌唱性 演奏灵活赋予变化 木管乐器属于吹奏乐器 它们的乐器构造、发声原理、音色、音语差异较大 在交响乐队中 木管乐器组被划分为四大家族 每一族中都有一线基本乐器作为组长 有时也被称为圆形乐器 在他的家族中 会有在这件乐器基础上的变形乐器 这四大家族为长笛族、双黄管族、单黄管族和大管族 长笛族包含长笛、短笛等 双黄管族包含双黄管、音国管等 单黄管族包含单黄管、低音单黄管等 大管族包含大管、低音大管等 木管乐器赋予个性、各有特征 色彩性格明显 长笛音色明亮、柔和 使用高音普表 单黄管也使用高音普表 音色像浓郁的鼻音 富有个性、有穿透力 大管使用低音普表及次中音普表 泛音丰富、音响饱满 乐队中常用的铜管乐器 由小号、圆号、长号、大号 小号为高音乐器 圆号常用于中音区 长号用于中低音区 大号用于低音区 铜管乐器性格明朗、有力、充满张力 擅长表现、号角、狩猎等情景 圆号使用高音普表和低音普表 小号使用高音普表 长号使用低音普表、次中音普表及中音普表 大号使用低音普表 竖琴是一种大型弹波乐器 使用大普表 共有47根弦 它的音响柔和 具有清澈、透明的独特音响色彩 打击乐器种类繁多 泛指因敲击而发生的乐器 可以分为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高两大类别 有的时候也因乐器制作的质地不同 而分成皮膜类、金属类、竹木类等 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 定音鼓、木琴、钟琴及管钟 其中,定音鼓在乐队中较为常见 用低音普表计谱 木琴用高低两种普表计谱 声音清脆明亮 钟琴使用高音普表 发音清澈、富有光泽 管钟使用高音普表 色彩丰富 或辉煌明亮或柔和神秘 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常见 有小鼓、大鼓、铃鼓、三角铁、钵、锚、锣、响板等 可使用无线谱 也可使用单线计谱 但用无线谱时并不表示音高 只用来记录节奏型 下面是常见的乐器音域图示 有些乐器属于一调乐器 既谱音与实际发音并不一致 如降B调单黄管、低音提琴、F调圆号等 我们将在稍后的课程里为大家详细介绍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历史悠久 民族乐器种类繁多 依据他们的演奏方式 我们按吹管乐器、打击乐器、弹波乐器与拉弦乐器 为大家做一下基本介绍 笛子在古时候被称为横吹 是一种逐质乐器 分为曲笛与邦笛两类 以地调曲笛为例 使用高音谱表、低八度计谱 音色清亮、有光泽 销也称动销 逐质、直吹 音色带有柔和圆润的优远意境 采用高音谱表按实际音高计谱 声是一种黄管乐器 使用高音谱表按实际音高计谱 既能演奏旋律、也能演奏和声 锁那、俗名喇叭 是民间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使用高音谱表按实际音高计谱 表现力丰富、穿透力较强 管子、古时也称臂力 为木质同样以实际音高计谱 弹波乐器常用的有琵琶、阳琴、中软、大软、三弦 他们演奏的共同特点是 无论是旋律还是长音 声音都具有颗粒感 琵琶是一件非常古老的乐器 早在隋唐时期就以广泛流行 它有四根弦 使用大谱表按实际音高计谱 有时也只用低音谱表或高音谱表计谱 它的表现力非常丰富 技法也丰富多样 杨琴又名杨琴 是一件在明代传入我国的外来乐器 使用高音谱表或低音谱表或大谱表 按实际音高计谱 中软属于中音乐器 大软一般用大谱表 偶尔用高音谱表计谱 它的音色圆润丰厚 古针是一件极富民族特色的乐器 通常有21根弦 每根弦只发一个音 三弦有三根弦 有纸板 五品 左手按弦 右手用指甲弹奏 左手按弦 右手用指甲演奏 也是按照实际音高计谱 拉弦乐器指的是 用弓子在琴弦上摩擦发音的乐器 与弹拨乐器相反 弓弦乐器的声音通常是延续的 二弧是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乐器 有两根琴弦 以实际音高用高音谱表计谱 板弧的琴筒通常是用椰壳制成的 琴弦比二弧紧 声音较大 打击乐器是重要的节奏型乐器 有很强的音乐情绪渲染能力 我国的打击乐器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大鼓 台鼓 锣 铜箔 木鱼 帮子等 打击乐器的季谱不是很统一 总的来说 没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 一般以一线季谱 有音高的打击乐器 系在高音或低音谱上 一般将同音质的打击乐器 按高中低自上而下的次序来排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击乐器